关陵村村外的山路上 此时正值半夜时分 人际罕至 可却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辆大卡车 和一伙古怪的人 听好了吗 放心吧 一点也没落下 这是正准备上路出发去南疆的仙家山人 陈小狗这阵子一直没得空休息 终于把侦探社的单子都处理完了 算是给秦大麻烦了一个交代 好吧 现在的问题就剩下 你能不能把车顺利地开到了 说什么呢 我可是有证的人呢 而这时 留瞎子那边的钱也打过来了 那一串数字 看得陈小狗只眼韵 换作别人 吃喝一辈子足够了 可自己只是个过路才神 专手就都给别人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上次用别人的车 一路上是诸多的不便 这次陈小狗咬了咬牙 买了一辆二手的香货 正好陆大刚的驾照也拿到手了 此次总归会少些麻烦 大伙可比你们利落多了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这才在今晚将仙家山所有的仙家都召集到了一起 准备来个出发仪式 爹 那您就发话吧 不过呀 这家有牵口 主是一人 这种场面 陈小狗出面还是显得太嫩了 辛苦大家要跟着我们来一趟南疆 咱们就此上路 十日后目的地会合 自己现在身子不便 这一趟南疆山高路线 来回不知道需要多少时日 陈老狗也准备了好些的日子 这次的目的是高黎控山下的龙嘴凹 出发 一生出发之后 那目的地却是一个在地图上找起来都费劲的偏僻之所 那大家就各凭本事 看谁先到了 陈小狗间谍说完了 忙着补充了两句 没有办法 要是这群人都坐在货车上 自己八成啊 就被当成偷运野生动物的给抓起来了 咱们走吧 各位 先行一步了 好在这些仙家也不用他担心 夜笑和赤龙当先就辞了行 仙体消失 众人很快就看到不远处的林子中 嗖的一声 飞起了一只巨大的夜宵 夜宵的本体此时变得极大 背上拖着那一米多长的赤链蛇 竟然一点不费劲 转眼间就消失在了夜空之中 接下来就是灰和夜魔了 这两人平时脾气醉头 此次也是选择了同行 如出一辙 夜魔显出了原形 顿时一只黑色的蝙蝠飞上了夜空 而灰站在他的身上 就跟头一次坐飞机的小孩一般 显得十分兴奋 这些家伙要不要都这么帅气啊 看着仙家们一个个的炫酷拽地上了路 这让陈小狗觉得自己真的是弱爆了 有时候人还真的不如仙家自由啊 很好他不准像上次一样 不行半路就给他找点吃的 小狗正感慨着 就听到身后的黑狐老大在教训柱子 也难怪 现在最难处理的就是这二货巨蟒了 上一次从东北回来 弄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的 此次不好再闹出什么大动静 所以黑狐反复叮嘱 可还是让人放心不下 那我也告辞了 这时最后一个沈敖也跟众人道了别 据陈老狗说 难将山高临密 水汽发达 若缺了沈敖 有些时还真的不好办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山路 一转眼就剩下了陈老狗父子 充当四季的陆大纲和黑狐四人了 陆大纲刚刚拿到驾驶证 正是开车热情最高的时候 他还真不含糊 上车后稳稳当当地打着了火 就这样 一辆大货车在这三间小路上跑了起来 这会儿啊 黑狐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他现在还没有狐狸的本体 跟陈老狗一样 不能见太阳 还是坐车方便一些 小子稳当点开车 别影响我睡觉 我尽力 而陈小狗这次的力气可就费大了 上次让爹在那口大棺材中憋了好几天 可把小狗心疼坏了 这次他拖着留瞎子去鬼市 买了好多的旧棺材板子 这一路十几天您受得了吗 这算啥呀 我当年是走着去的南疆 好汉不提当年有 也不看看您现在什么岁数了 不打尽的 用这些旧棺材板子 把车厢里贴了个严严实实 这样相当于把整个车厢 变成了一个大棺材 坐累了还可以稍微活动一下 爹 说我们仙家山和龙家有世仇 不过 这相似的场景 让陈小狗想起了前几个月 去长白山的经历 是起源于那场法师大战吗 您给我讲讲吧 一路无事 这不正是听老爹讲当年故事的最好时机吗 自己对那些历史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那个呀 我当时啊 也就七八岁 哪知道什么事啊 这一事啊 当然是黑狐这个亲历者更清楚 可没想到 陈老狗用烟带锅指了指身后 那意思啊 很明显 有个黑狐大仙在 还不多掏点他肚子里的东西出来 对呀 黑狐老大 可是那场大战的关键人物啊 一语点醒梦中人 陈小狗忙着一脸笑容的沾上了黑狐 陆大刚一听 有故事可以听 那眼睛也亮了起来 那当然了 老大差点把命交代了 老大 您给我们讲讲呗 一提起当年的法师大战 那可是黑狐和仙家山最难忘的经历了 为此 黑狐自报了内单 而莫老妖 也永远地守在了高黎控山 好吧 那我就给你们讲一讲 黑狐这人直肠子 见陈小狗问起 他就讲了起来 反正这长路漫漫 总得找点事做 哎 马呀 从哪儿想呢 嗯 就从李老太太的讲起吧 因为当年的法师大战 错综复杂 黑狐思索了半天 决定从一个叫李老太太的南方仙家 开始讲起 话说呀 这李老太太 可是有千年以上的导航了 咱也借着黑狐之口去了解一下当年那场南阳法师大战中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说起来呀 在北方 大家都知道有胡黄白柳辉为首的五大仙家 余下不一而是 可到了南方 民间那多都传说一个叫李老太太的仙家 但说起来李老太太是个神吗 没有人能说清楚 咱们单说在贡山山凹中 一处偏僻村寨的山坡上 有一个茅草屋 这里面住着一位姓李大老太太 这天傍晚 几个村民的喊叫声打破了此处的宁静 李阿婆 快救人呐 李阿婆 她好像中了谷了 这被换作李阿婆的老狱 一抬头 就看见两个人正推散着一个中年汉子 走进了自己的茅草屋 寨子里的老人都说她中了食人骨 只有您能解啊 是啊 她都咬了好几个人了 听两人介绍 这中年汉子也是这里的债民 可今天突然就发了疯 如丧尸一般 见到人和畜生就扑咬 已经伤了好几个人了 把她的头摁下来我看看 寨子里的几个年轻人 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她困住 寨子里的老人分析着 她是中了传说中可怕的食人骨树 这才把她送到了李阿婆这里来 您看 这皮底下好像有东西 这李阿婆从哪里来 没有人知道 但都知道她很善良 而且会些解降除骨的手段 没少帮助附近的债民 两个人听了李阿婆的话 摁下了那人的头 果然就见她后脑的皮肤下 有一个肉包 里面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 李阿婆一看 还真是食人骨 于是她把手腕上 带的一只银镯子摘了下来 嗯 是食人骨 没事的 也不知道这银镯子上有什么机关 李阿婆稍一用力 竟然从银镯的一侧 冒出了一圈银刺 我去拿个竹筒 李阿婆将那银镯 往肉包上一扣 这里面的蛊虫就无处可逃了 按说 一会儿把蛊虫取出来 也就没事了 于是 她转身就想去取竹筒 过来装着蛊虫 可就在这时 李阿婆突然感觉到 那肉皮底下的蛊虫 反应有些不太对劲 原来 肉皮下的东西 竟然疯狂地咬破了那人的后脑皮 从里面拱了出来 这黑乎乎的东西 大概有五六公分大 一冲出来 就化作了一道黑影 急速地射下了李阿婆 别看李阿婆 看起来有七八十岁了 走路总是慢腾腾的 但此时 反应速度却十分地敏捷 身子猛地向后一仰 那东西 一下子扑了个空 这不是石燃骨 是琵琶鬼 但那东西的速度极快 滑着一道道黑线 不停地在屋子里乱窜 李阿婆定睛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终于明白了 这东西的来历 原来 这东西叫做琵琶鬼 是力灵所化 最喜欢钻人皮肉 啃食人的脑子和内脏 还会控制着人 再去行凶 在南疆一带 是个流传已久的 恐怖之物 快走 你们快走 眼见那琵琶鬼 又射向了债民 李阿婆忙着 把他们推出了门外 可接下来的事 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那只琵琶鬼 竟然半路生生地 转了方向 射向了自己 这一切来得太快 李阿婆一心想护着 那两个债民 根本就躲避不过去 一下就被那邪物 击中了脸颊 这东西 在脸上 一下就扎出了一个小洞 钻进了皮肉之中 李阿婆见那东西 想接着往下钻 心知不好 忙一把扯自己脖子上的 一根红绳 阻止了那琵琶鬼 你们 你们快走 受到阻拦 那琵琶鬼 更加疯狂地蠕动起来 李阿婆又将红绳 在脖子上绕了一圈 同时催促着那两个债民 赶紧离开 债民看到这种情况 也不敢停留 转身就跑掉了 可是那李阿婆 被邪物侵蹄 没一会儿 就感觉到自己的眼前 一阵阵地发黑 双腿一软 就跪倒在了地上 李阿婆万没想到 自己会找了到 她强撑着身体 想爬到里屋 找东西来除掉这些物 可此时 就听到门外 响起了一个不阳不阳的声音 别费劲了 这只琵琶受我控制 想让你死 只需要我动到手指 你 你是什么人 李阿婆咬了牙回头一看 就间从门口走进来了一个 身穿白色麻布衣 腰里腰气的年轻男子 这还用问吗 你们中原有几个会驱使着琵琶鬼的 不用这人说 李阿婆也猜到了 琵琶鬼是中原的叫法 而只有在南洋才会叫做琵琶 眼前这人是个南洋邪术师 原来是你们这些妖人 一直以来 我可从未参与其中 接着他就明白了 最近边境有战事发生 而民间也不停地 有南洋邪术师来冒犯 他们利用邪术 残害了不少的百姓 引起了中原法师的激愤 为什么要过来害我 可李阿婆一直不想参与其中 她想保持自己这种清闲的日子 但是不想 自己不参与 却依然引来了这些人的迫害 李老太太 你的足累太多了 真是个大危险啊 其实啊 李阿婆一直想错了 有些事 不是自己想置身室外就可以的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更何况 这还是挂着一阵妖风 你现在是不参与 可万一哪天反悔了呢 李老太太的存在对他们来说 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谁能保证她一直不出手呢 还是除掉比较保险 说到这里 从那男人的身上又窜出了七八只琵琶鬼 看来 眼前这人 就是专门饲养这种邪物 来作恶的邪术师 正当李阿婆以为 自己今天是必死无疑之时 突然 又听到门外 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 这一下也把那妖人吓得不轻 养了几只邪灵 就赶来中原害人 你们这些南洋的邪术师 看来也就是些虾兵血将啊 两人向门外一看 就见门外走来了一个 身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 快头极大的黑狐狸 你是什么人 这南洋邪术师 不知来人的能耐 不敢待在屋中 担心受制 一个剑步就冲出了草屋 与来人对峙了起来 仙家山 莫老妖 来人正是仙家山的莫老妖 见对方问起 毫无隐晦地爆出了名号 我管你什么山什么河的 来了就别想走了 但这家伙看起来 根本就不知道仙家山是什么 也狂妄得很 一挥手 又调动起了几只琵琶鬼 杀了他们 一声令下 那几只琵琶鬼 划着一道道的黑线 呲牙咧嘴地 冲向了莫老妖和黑胡 这琵琶鬼 据说是饿死人的灵魂 经过特殊的方法炼制的 此时迎着风不断地长大 转眼间就变成了西瓜 大小的黑雾团 恶狠狠地冲到了莫老妖和 黑胡的跟前 黑胡怎么会把这些东西 放在眼里呢 他盯着那几只琵琶鬼 嘴角上挂起了邪笑 突然 他大口一张 一声怒吼 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几只琵琶鬼 生生地抵在了半空 紧接着 那股力量化作一道耀眼的金光 爆开了 琵琶鬼化成一团团黑色的黏液 跌落在地上 接着又变成了黑烟 一阵清风吹过 飘散开来 你 你们竟然 眼见着对方的灵兽 身子都没动 只是叫了一声 就消灭了自己 那引以为傲的琵琶鬼 那人吓得倒退了两步 转身就想跑 可这想跑的念头刚急 就见眼前黑影一闪 那只体型巨大的黑胡 已经扑到了跟前 不要 不要吃我 那腰里腰气的家伙 在黑胡的面前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 接着就会扑倒在地 冷汗直冒 身体筛抖得厉害 咱再说莫老妖 走进茅草屋 扶起地上的李阿婆 从腰间拔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李老前辈 你没事吧 得罪了 您忍一下 刀尖轻轻地将李阿婆的脸颊 划开了一道小口 那琵琶鬼立马就冲了出来 可是莫老妖 哪会给他逃跑的机会啊 手上力量一股 顿时将他化为了鸡粉 就闻仙家山的大名 老神感激不尽 您客气了 这李老太太 虽然从来不去北方 但是却听了许许多多 关于仙家山的传闻 此时又救了自己 心中万分的感激 晚辈冒失了 想劝前辈一句 清朝之下 安有顽暖啊 莫老妖此行来的目的 正是想请李老太太出山 保护家园 保一方太平 可没想到 竟然碰上了这事 这样的时局下 明哲保身 恐怕不易啊 本来不太好说的事 此时反而好开口了 至于听不听 还要李老太太自己思量 还望前辈三思 好 我同意 莫老妖的话 让李老太太沉默了好久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咬了咬牙 点了点头 前辈申明大意 我这里有个小礼物 要赠予前辈 还望您不要嫌弃 莫老妖可知道 这李老太太出手意味着什么 于是 她从袖筒中 掏出了一个东西 滴给了李老太太 这是 千年除鸡蛋 李老太太结果一看 竟然是对自己身体 极有好处的宝贝 顿时 重新打量起这个 病奄奄的 教书先生 前辈 这人就交由您处理了 李老太太正感叹于 这个人的心思缜密之时 就见莫老妖 转身走出了屋子 叫那黑狐离开 黑狐临走前 听到身后的李老太太 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叫声 接着 从林子中 便窜出了十几只野兽 冲向了那个南洋邪术师 不用回头 黑狐也知道 那是许多的野梨子 这些东西 既狡猾又凶猛 门一会儿 就将那家伙 啃食个金光 咱们这里也接个底 这李老太太 据传说是一只 有着千年倒行的老梨子 后面也是因为 有了她的加入 让法师大战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